一书的小说写作于二三十年前, 近年来随着《我的前半生》、《喜宝》、《流经岁月》被拍成电视剧电影, 一书笔下的女郎们也有了真实的面孔。 一书女郎是一书小说的灵魂, 所以选谁来出演女主角一直都是看点。 今天,星光复读机来盘点扮演一书女郎的女演员。 这几位演员是还原了角色还是令原型变形? 你心目中艺书女郎又是谁? 欢迎留言评论,订阅我们的频道,关注我们的节目。 钟楚红 1987年,艺书创作了讲述《闺蜜有异》的小说《流经岁月》, 次年就被导演杨帆颁上迎评。 《流经岁月》中,朱所所的扮演者就是钟楚红。 此时的钟楚红28岁,出道近十年, 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电影女神。 仍称红姑的钟楚红, 1960年出生,曾经在珠宝店当过职员。 19岁时参加《香港小姐选美》获得第四名, 因此出道。 19号,钟楚红小姐。 选美之后的第二年,钟楚红出演了第一部电影, 杜琪峰的导演处女作《避水寒山夺命惊》, 并从此开始了电影之路。 此后的男与女,秋天的童话, 《导马蛋》,纵红四海, 都是红姑的代表作。 1988年,钟楚红出演《流经岁月》, 诸所所时,已经结识了她后来的伴侣, 广告界才子朱家鼎, 并已经交往四年之久。 流经岁月之后, 没几年,钟楚红在完成了 《纵横四海》后,就嫁给朱家鼎, 并告别印坦。 遗憾的是,2007年, 钟楚红47岁时, 朱家鼎因病离世。 这些年, 红姑渐渐走出伤痛, 平静生活, 专注于环保活动, 成为一位身体力行的环保人士。 1988年版的《流经岁月》 被诟病改编过多, 但是选角却被认为是极其成功, 尤其是钟楚红。 风情万种的钟楚红, 病发如云, 红尘如河, 根本不用演, 她就是朱所所。 而另一个角色, 蒋南孙的选角, 也堪称成功。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 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位 艺术女郎, 张曼玉。 据说, 1988年版的《流经岁月》的导演杨凡, 本来想请叶倩文来出演蒋南孙, 但因为档期不合, 找到了当时还在演技攀升期的张曼玉。 张曼玉比钟楚红小四岁, 1964年在香港出生, 八岁时跟着父母移民英国。 青少年时代在英国度过, 1982年, 17岁的张曼玉回香港探亲。 在那时被星探看中, 成为广告模特。 1983年, 张曼玉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 获得亚军。 从此出道, 出演了她早期的电影《青蛙王子》, 《警察故事》, 还和周润发共同主演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玫瑰的故事》。 1988年, 24岁的张曼玉出演《流经岁月》中的蒋南孙。 那一年, 张曼玉一共出演了包括《流经岁月》在内的12部电影, 其拼命的态度当时被称为张一达。 就在出演《流经岁月》前, 张曼玉为使自己的角色形象不受限, 拔掉了她标志性的小虎牙。 张曼玉更是穿着大西装衬衫长裤, 简洁看脸, 撑起了一书笔下洒脱独立的蒋南孙形象。 此后的张曼玉开始了演技得奖的开挂之路。 在《流经岁月》拍摄童年, 张曼玉主演了王家卫的首部电影《温角卡门》, 从此打开了演技小宇宙。 此后阮玉玉、滚滚红尘、 新龙门客栈、青蛇、阿飞正传、 东邪西毒、花样年华, 步步切实加作。 张曼玉也问鼎各项影后大奖。 近年来, 张曼玉爱唱歌大过演戏, 也不再有作品问世, 回望当年的作品, 真的就像一段《流经岁月》。 尼尼, 2020年《流经岁月》被又一次翻拍, 并且是第一次被改编成电视剧。 尼尼出演钟楚红曾经塑造过的角色朱索索。 南京话, 好听。 南京话好听,还是? 现实生活中, 尼尼大大咧咧, 说的这一口方言是南京话。 1988年, 尼尼出生在南京, 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播音系读书时, 被张艺谋导演选中, 出演电影《精灵十三差》中的女主角玉墨, 一举成名。 此后, 尼尼主演了电影《杀戒》, 我想和你好好的, 等风来和青春校园电影《匆匆那年》。 和陈坤合作过电视剧《天生长歌》, 和张震合作过陈希元。 最近, 尼尼也因为和刘德华出演的电影《拆弹专家2》, 频频出现在宣传活动中。 她的着装气质美貌, 常常成为热搜话题。 品诗剧版的《刘金岁月》将《艺书原著》中的设定, 从80年代的香港, 搬到了现代的上海。 尼尼的这一款猪所所自然也就生活在上海的弄堂里。 尼尼这个现代猪所所, 你喜欢吗? 刘诗诗, 刘诗诗在剧版《刘金岁月》中扮演蒋南孙, 虽然被评价气质符合, 但是讨论热度并不高, 和原著中《朱所所·蒋南孙》的神仙友情一样。 刘诗诗和尼尼私下友情极好, 两个人的名字还被合成了为妮写诗。 刘诗诗和尼尼年纪也相近, 刘诗诗33岁, 尼尼32岁。 刘诗诗在2019年生下儿子, 2020年以电视剧《亲爱的自己》付出, 《刘金岁月》是她付出后的第二部作品。 出生曲艺之家的刘诗诗, 也也是知名的西河大谷艺人。 她小时候学芭蕾, 在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学习期间, 遇到剧组来学校选演员, 因此出演了第一部电视剧《月影风和》。 因为这部电视剧, 刘诗诗被唐人影视的总裁蔡玉农看重, 成为唐人影视的当家化诞, 出演了《少年杨家将》、 《聊斋琪女子》、 《仙剑奇虾传》和《步步惊心》。 《步步惊心》是刘诗诗最成功的作品, 她也因此和吴奇龙相恋成家生子, 以幸福的姿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刘诗诗有一种人淡如菊的气质, 因此被评价于《艺书女郎》气质吻合, 而且艺书女郎们总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眼神中有疏离感, 你觉得刘诗诗的演技到位吗? 原权 2017年, 艺书小说《我的前半生》 被翻拍成电视剧, 成为当年爆款, 并带动关于婚姻女性的话题讨论, 扮演经典艺书女郎唐晶的正是原权。 艺书笔下的唐晶是高学历, 高收入的职场女性, 她认为婚姻亦是爱情亦岁, 所以追求精神和物质独立, 是个清醒又朗静的角色。 原权饰演的唐晶, 不仅服饰打扮成为教科书, 人设也深受喜爱, 原权因此中年翻红, 那现在在街上大家见到你, 会叫你原权更多, 而是唐晶更多。 有的时候会见到人说, 唐总, 有没有人这样叫, 我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好像你的生活延伸到了 另外一个人的生活, 另一个领域,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真实的角色, 他的所有的喜爱乐, 他的所有的经历, 都是在拓换他人生的韧性。 1977年, 在湖北出生的源泉, 12岁, 离家去往北京, 进入中国戏剧学院附中, 学习京剧, 主公美派轻衣。 1996年, 源泉改行, 靠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和张子怡, 梅婷, 刘烨, 秦浩, 秦海璐, 成为同班同学。 大学没毕业, 就主演了电影, 春天的狂想, 蓝色爱情。 年轻时的源泉, 五官立体, 容貌清纯, 也曾是一代人的白月光, 后来源泉主要将精力, 放在话剧演出上, 与娱乐圈保持着距离, 即使出演电影《后会无期》, 《罗曼蒂克消亡史》, 也是惊鸿一瞥, 客串出演。 也许正是这份书里, 源泉将《我的前半生》中的糖精, 演得有几分原著的味道。 而且在最近这一版《流金岁月》中, 源泉也客串演出, 出演了蒋南孙的小姨。 债务纠纷的问题是吧? 那算我专业内的问题。 你们放心, 该还的一分也不会少。 不该还的, 一礼也别想多拿。 马依丽, 马依丽扮演的是 《我的前半生》中的女主角罗子军。 她被评价为 塑造了一个和艺书女郎 南辕北辙的形象。 艺书笔下的罗子军 是生活优越安逸的全职太太, 在遭遇婚变之后, 鼓起勇气, 重回职场, 自力更生, 找回自我的价值。 《我的前半生》原著小说的故事 发生在香港, 改编后的电视剧故事背景 设定在了上海。 马依丽版的罗子军 着装风格, 也变成了大红大绿, 不再有一书笔下 女主低调优雅的品味, 直接引发了书坟们的严重吐槽。 对于造型问题, 马依丽的理解是, 罗子军是个性格非常丰富的女人, 她出场时的花红柳绿, 鸡毛蒜皮, 才能衬托她后来的蛻变。 也许, 这就是每个演员对角色的理解。 上海姑娘马依丽1976年出生,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2003年, 马依丽因为出演电视剧 《还珠格格》第三部, 《天上人间》中的紫微一绝, 被大众所熟知。 2007年, 她出演《奋斗走红》, 公众最熟悉马依丽的事件, 是她与小五岁的演员 文章的恋情和婚姻。 马依丽和文章因拍戏相识相恋, 2008年结婚, 两人育有两个女儿。 2014年, 文章被曝出给女演员姚迪。 事发后, 选择原谅的马依丽的一句 恋爱虽易, 婚姻不易, 且行且珍惜, 一度成为当年的流行京剧。 不过几年之后, 马依丽还是宣布已离婚, 恢复诞生。 郭彩杰, 郭彩杰扮演的艺书女郎, 是艺书早期代表作《喜宝》中的人物, 江喜宝。 艺书的小说《喜宝》 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分, 但是电影《喜宝》的评分 却低到惊人3.4分, 被吐槽为烂片。 这当然不能全怪罪到扮演者身上, 原著中的喜宝坦白无畏, 貌美恋达, 对待爱情金钱的态度, 不能简单地用败金来描述, 但是改编成影视作品, 喜宝的人设就有点难以表达。 再加上影片将故事背景 改为架空等等, 整部影片看起来确实不知所云, 也难为了郭彩杰。 郭彩杰1986年出生于台北, 2005年在国立台北大学 读大一的郭彩杰, 参加学校歌唱比赛夺得冠军, 于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后来又参演偶像剧和电影, 诸如《无敌山宝妹》, 《那一年的幸福时光》, 《近在咫尺的爱恋》等等。 2012年郭彩杰开始参演 郭敬明的系列电影《小时代》, 他因为顾虑这个角色 获得更多关注。 可能也是顾虑这个角色太过成功, 郭彩杰出演的《喜宝》 被批评拍出了《小时代》的味道, 是严重的回援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